怎么不见了 已经三日了 公主的万全之策可想好了 你都说了是万全之策了 哪有那么容易 公主说话不算数 可奴婢自小被教导 要信守承诺 给您的大礼 我带来了 这泳之策 赵王后的指甲从前在宫中可是得被悉心仰护的 这么漂亮的指甲 一点一点的从皮肉中剥离出来 好痛 住口 公主 刚刚是不是在找这个 公主别怕 奴婢只不过帮您催了些毒上去 以便您 应道治愿 少主 您的手怎么受伤了 总感觉凤缘身边的势力不太对劲 少主 要不要让春婆婆来看一下 去缺小伤又无大碍 少夫人怎么样了 我总是觉得她有心事 可她似乎又不愿多与人亲近 得想想办法才好 难道是永照王宫中 有什么事牵绊着她 少夫人背景了一项 可能还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过阵子习惯了就好 兴许吧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都备好了 少主放心 早备好了 我好了今日能送来母后的指甲 也是不知还会有什么 可恋惜了 到底该怎么办 可恋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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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您找我有事 没什么 只是看你整人们在房间里 怕你觉得南志愿无趣 给你送些东西来 来 这里面是一些话剧 如果你不想出门 可以在家里做画 少主怎么会知道我会画画 我 听说的 胡青 这里面好像没有画纸 你去看看是不是漏囊了 是 冯月 冯月 我是你的夫君 是你在凌川的依寇 你有任何不习惯之处 都可以与我说 嗯 早点休息 你怎么办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今晚留下来 我 我自小 都是嬷嬷陪着睡的 一个人睡一间屋子 有些害怕 我知道了 睡吧 可我若是不动手 夫君母后该怎么办 他们被封印监禁着 生不如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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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是人命 她欲永绕无冤无仇 我也写恐吓我的是凤银和花鹅 我 我怎么能伤害她